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举行会谈。 王毅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对匈牙利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来,为维护欧盟和欧洲根本和长远利益做出积极努力。 新一届欧盟机构即将开局,希望新机构坚持中欧伙伴定位和合作基调,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西雅尔多表示,凶方期待同中方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愿同中方一道,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西雅尊绒